坦克大炮狂轰 乌克兰持续推进大反攻 直击现在战火最猛烈的村庄 这是在通往尼古拉耶夫道路上的小村庄 布拉霍达特内村 这里是炮声隆隆 CN记者跟着日前才在第一波反攻中 建功的乌克兰第68列兵旅深入战区 结果马上就要躲炮弹 全部人趴在地上不敢动 只听见炮弹声由远到近 还有另一组乌克兰媒体记者 同样是惊险万分 从晃动的镜头画面 就知道当时情况多紧张 乌克兰在两天前才宣布收复布拉霍达特内村 但这并不代表危机已经解除 乌克兰士兵徒步地毯式地寻过村里每个角落 之所以如此谨慎就是因为 欧君证实在瓦格纳修兵之际 现在改由俄罗斯政府签约的罪犯门上战场 由俄罗斯国防部招募的契约罪犯门 似乎不如俄军预期的愿意卖命迎战 许多人是在乌克兰大反攻的闪电作战里面 直接不战而降 沦为战俘 而且在乌克兰已经宣告收复的村庄 俄罗斯贯彻交土作战策略 人是被赶跑了 空袭还是继续炸 俄罗斯无法占领的 也不能让乌克兰拥有 全都炸个粉碎 在刚收复的斯托罗热围村庄外围 同样看到已经被烧黑的装甲车 坦克车遍地都是俄军遗体 一直由乌克兰退役士兵 组成的特别行动部队 专门在夜间作战 结合无人机作战 他们试图在巴赫姆特灭了俄军的空降后援 乌克兰反攻在乌东乌南多点开花 主要目的还是要断了俄军后路 只是这目标并非是几个礼拜内就能达成 武军有准备 是一场长期奋战 TVBS新闻综合播动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